花莲区域立法委员参选人张美慧21号在竞选团队 志工团以及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完成了立委参选的登记 张美慧强调他要打破特权家族政治 彻底的终结花莲国的恶名 让花莲回归正常的发展 花莲区域立委参选人张美慧21号在竞选团队 志工团还有支持者陪同之下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 完成了立委参选登记 张美慧强调他要打破特权家族政治 彻底终结花莲国的恶名 让花莲赶快回归正常发展 一段时间美慧听到很多的乡亲说 花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花莲要改变 还有人说他们要做多久 他们好吗 都是这样子跟美慧来反映的 就是说民众已经有感受到 这个强烈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花莲没有进步 花莲停滞不前 这个没有进步的这件事情美慧听得更多 我们都属台当 台当都赶过烂 这样子的一个新生民意的反应 那这件事情我想 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花莲不能更好呢 为什么花莲不能够更进步呢 为什么年轻人不要回来花莲呢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我们团结起来 透过手中的这张选票 这张选票是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的 你要投给谁就投给谁 当你投下的这一票 它是决定会攸关 花莲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跟花莲有深厚情感的 萧美琴担任副总统的候选人 张美慧她也喊出了 双美合体花莲再起的口号 强调萧美琴能够以副总统高度为台湾做事 而张美慧可以前进立法院 为花莲来争取重大建设 像交通 苏花鞍也是萧美琴在立法院提起的 那花通快也是她在立法院提起 要重启可行性评估 还有我们最近一月 十一月份才启动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也是萧美琴 所以很多的建设都在进行中 她应该也可以 透过这次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来看一下花莲的建设推动到现在 在她立委任内 那我们也很期待 透过萧美琴让大家知道 认真的人到哪里都认真 认真的人都不会改变 她为民 为国家 为台湾 为花莲付出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她来回到花莲 我们一定会让乡亲 更加的用力的 努力的感受到这一点 认真的人 请给认真的人机会 张美惠也透露 萧美琴返台 投入辅选第一站 就是11月26号 赖清德 张美惠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萧美琴会回到她最深爱的花莲 和花莲相亲再见面 接着会欢师报道